这件怪事发生在我的中学时,那天晚上,下脚窗外吓起了鹅毛大雪,我和宿舍的小伙伴们都好奇地看着窗外的白雪聊天,但出于害怕被宿管发现,我们的声音就压得很低,可正当我们聊得正热火朝天时,忽然听到了外面传来了咯吱咯吱的踩在雪上的脚步声,我们都觉得是宿管来了,就都停止了说话,顿时整个宿舍静得出奇, 仔细听那脚步声到了我们宿舍门口,然后就传来了踢鞋子抖雪的声音,大概半分钟后,宿管就说起了话,小明,阿杰,二狗,你们撒给我出来,大晚上不睡觉,还大声喧哗,忽然听到宿管点了我的名字,吓了一跳,心想宿管听力真是太NB了,但还是赶紧穿起了衣服,准备出去接受酷刑,正在我们穿衣服时,门外的宿管好像等不及了, 疯狂的踢门,你们麻溜的,默默唧唧,跟个娘们儿似的,干嘛呢? 于是,还没来得及,穿鞋的我们,就赶紧出去了,一开门,一鼓刺鼓的寒气,立马冲了进来,我们仨被动的,使劲一哆嗦,可是,惊人的是,开门后,我们并没有发现宿管,天这么冷,宿管可能等不及,回去睡了吧? 于是,我们就准备关门,往床上走,可这时,阿杰忽然说了句,高能欲警 对啊,小明,二狗你们看,这雪地上根本就没有脚印啊,而且宿管刚刚才过来,而且雪下的不是特别大,不至于没有脚印啊 听到阿杰所说的,我和二狗顿时吓得打了个冷战,我们就站在门口,思考了半天,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正在这时,忽然远处,有一束电筒灯光照了过来,定睛一看,使宿管并且大声喊道 你们仨站在门口干嘛呢? 走进后,对我们大声呵斥道 你们仨穿得整整齐齐的,这是要去上网通宵吗? 这时候,阿杰就质疑了下,老师,不是您让我们出来的吗? 宿管听后,二话没说,就给了阿杰一脚 小孩不学好,倒学会撒谎了 真的,老师,我们真的刚刚听到您叫我们,才穿好出来的 于是我把刚刚发生的一切一无一时地告诉了宿管 宿管听后,半信半疑,就走进宿舍跟其他人确认了下 大家一口同声地说刚刚都听到了宿管的声音 宿管听后,好像若有所思,就走回门口让我们回去睡了 而且还关心了下阿杰疼不疼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一向严肃偏执的宿管发出这样的关怀 但从那之后,宿管好像变了个人似的,变得温柔了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